本讲题为帝国的分裂和脆弱的统一 首先帝国为什么会分裂 为什么此后而产生的统一 形成的统一 只是一个脆弱的统一 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加以观察 今天我们将陆续的讨论 曹魏 蜀汉 孙吴 还有西进 这样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看一看曹操崛起 与三国鼎立的问题 在汉默的军阀之中 曹操还是一个相当有材略的 他在眼周站稳脚跟之后 有两项措施 除使他在林立的割据军阀中 一枝独秀 最后得以在北方胜出 关于曹操的身世 我们在讲东汉后期的时候 已经有所提示 他和东汉后期的宦官曹腾 有着直接的关系 东汉的后期 宦官可以养子 这个养子还可以封侯 那么曹操的父亲曹松 就是曹腾的养子 他靠着这样一个强大的后台 一直做到了太位 那么这个曹松是从哪来的呢 三国志说的 叫莫能审其出生之本末 就带着来历不明的这么一个说法 然后曹松呢 剩下了这个 太祖曹操 所以 曹操的政敌 在攻击他的时候 用了很难听的话来骂他 说他是膝盖血痒 醉焉已丑 意思你是皇冠死党 而且是不知道哪家暴来的孩子的后代 这是安徽国县曹氏宗族墓 在这个宗族墓中出土了银里御医 显示了曹氏家族 在这个东汉后期 在政治上所拥有的显和地位 大家都知道 和定袁绍打算引董卓进京的时候 曹操是表示反对的 他认为这样做 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我们知道 袁 和 引董卓进京 这应该是一个 一个绝密的决策 对吧 是绝对不能透露出来的 一个高度机密的一个决策 可是曹操呢 却能够文知这个决策 就是曹操呢 虽然他和宦官 有宦官的背景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背景下 他也和士大夫广泛的交往 比如他曾经要求明氏 许少给他一个品题 是吧 这个 那么他能够参与到这样的 这个核心机密 中来 也显示了他在汉默的证据中 还是处于这个中心地位 在建安元年 曹操在眼周站稳了脚跟 在这个时候 他采取了两项重大的举措 第一个是迎那县地 第二个是存天许下 建安元年曹操用寻谕的建议 把汉县地迎接于许下 由此获得了一个携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相比之下 元绍却没有采取这个措施 他的谋事曾经给元绍建议 要迎大驾于长安 携天子而令诸侯 可是元绍觉得天子在身边 事事都要请示 太麻烦 于是就没那么做 那么在这个事件上 曹操和元绍的政治远见 就高下立判了 另一个重要的举措 就是屯天许下 汉默的动乱是极其严重的 给社会带来的破坏非常之大 爱好文学的同学 如果你来读建安时代的诗文的话 你就能知道 当时那种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余一 给社会造成的破坏 是非常之惨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有很多割据的势力 都难以立足 原因很简单 没饭吃 没粮食 元绍的军队曾经养食丧肾 就吃那桑树的果实 元树的军队在江淮间 曾经靠吃水草和田螺 来维持生命 元绍 曹操玉吕不争夺眼周的时候 没有粮食 后来是成玉带着曹军 抢劫了自己的家乡 后来勉强的供应了三个月的军粮 所以说这个时候谁有粮食 可以说谁就能有胜利 那么既然元年许下屯田 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了 我们看一岁德谷百万胡 随后在周静广治天官 大规模的屯田 那么这就被曹操后来的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一系列的重大战役和事件 迎来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 二百年关都之战 曹操击败了袁绍 宗元由此得到了统一 二零八年赤壁之战 决定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二零一年刘备取得一周 蜀国由此而奠基 二十九年刘备夺得汉中 因为汉中是蜀国的 是蜀地的门户 二十五年曹操平定了汉中的张鲁 到二十九年刘备有权力 来遇曹操更夺汉中之地 曹操被迫退出了汉中 由此蜀国才真正得以立足 在这一年呢 就是二十九年 又出现了关羽 北伐攻击樊城的事件 当时呢 关羽的冰封非常之盛 史书的记载是威震华夏 曹操一度想天都夜城 以躲避关羽的冰封 但是没想到孙无在他背后插了一刀 吕蒙在他背后习取江陵 关羽失败 蜀国丧失了在长江中游的一个立足点 那么三国鼎内的局面 由此鉴定了大致的格局 曹操的威胁也由此得以解除 随后呢 孙权就向曹操称臣 还劝曹操 向曹操称说天命 意思是劝曹操称帝 去代汉称帝 当时曹操的回答 大家也知道 他说这小子将把我放到炉火上来考 这个 在曹操的 至曹操之死 他始终没有成帝 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条件还不成熟 所以曹操有这样的话 他如果天命真的在我的话 我也愿意做一个周文王 我们知道到周五王的时候 他真正的灭伤 是吧 他意思是 在我此生是不想称帝了 可以由我的后代来做 所以我系的老系主任 简博赞先生 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曹操是把黄袍当内衣来穿的 就是他实际掌管着大权 但是他没有正式的称帝 始终称他为太祖 其实他没有称帝 这个太祖只是一个追僧而已 或者称魏武帝 也只是一个追僧而已 曹操曾经对刘备说 今天下英雄 唯使君欲操尔 可袁绍之徒不足熟也 可见曹操很看重刘备的才能 这都他不是无能之辈 既然十八年 曹操进攻孙权 于如虚口 看到孙权的舰队 严正有趣 那么曹操又有这样一个评价 对孙权的评价 说生子荡如孙众谋 他说刘婊子儿子 那就是非常是没出息了 说如屯权尔 像这个诸狗一样 没有能力 可见曹操呢 也敬重孙权的策略 而曹操本人 也曾经得到 名士侨权的赞赏 并且被名士许少 品评为智士之能臣 乱士之奸雄 但是大家如果看 看电视中的一些 通俗历史节目的话 那么就会拿 三个人的个人才能 来解释三国分裂 但是我们的大学历史课 我们就不能这么简单的 看问题了 三国鼎立的原因 有更复杂的背景 首先是地理形式 造成了三国的相对隔绝 就是北方 江东和四川 属八属 这三个地方 它在地理上相对隔绝 这个 苏格亮就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权之不能越江 如谓贼之不能不汉 非利有鱼而利不取也 他们都心有鱼而利不足 当时长江作为一个天险 确实起着风格南北的作用 曹丕以次南侵都没能成功 那么他有这样的感叹 说皆呼 故天之所以 隔南北也 当时呢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他都没有能力吞灭对方 至于巴蜀一带 我们也知道 这个蜀造难 难于上青天 这个地方非常之险要 除非有强大的兵力 有雄厚的财力 作为支撑 在短期内灭属 也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涉及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后来在西晋的时候 还是统一了 但在这个时候条件不具备 那么原因就是经济发展 首先为蜀国和吴国的政权 提供了自己自足的条件 当时蜀国的经济发展 比如蜀锦 蜀国的纺织业 还有江南 屯田 江南的青瓷造船 以及铸铁等等 就是这个 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还足以在两个地方支撑 起两个独立的政权来 在另一方面呢 哈默的军阀混战 一度严重的破坏了北方的经济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 那个像建安妻子 他们在诗文中 透露给我们的信息 生民百余一 千里无鸡鸣 出门何所见 百股必平原 这样呢 昔日的政治文化中心 以及经济中心北方 它受到的破坏 非常之惨重 那么 所以三国一度的分裂 是有这个时候的客观的原因的 这个 对于曹操这个人 在中国历史上 可能和三国演义 这些小说 以及一些戏剧 有直接的关系吧 在历史后期 就被看成一个反面人物了 当然我想在座的同学 你们心中啊 就不大容易理解 这种感受 比如说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郭沫若写了文章 说曹操其实是一个 有历史贡献的人 应该予以肯定 当时一下子在整个社会 引起了血人大波 比如说 早晨大家到办公室上班 在看帽子的时候 都互相议论 说郭老师曹操是好人 这怎么能这么说呢 大家都非常惊讶 曹操是一个大贵战 是吧 他历史上是一个 著名的反变人物 怎么忽然就成了 有历史贡献的人物了呢 是吧 但是郭老提出这个话题之后 其他的历史学者纷纷跟进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三年书店 六零年初的曹操论局 我们看 包括简博赞先生 也提出这样的主张 应该给曹操恢复名誉 因为当时的历史研究呢 人物评价 几分肯定 几分否定 是人们观察历史的一个主要的模式之一 是吧 所以我们看有一系列的文章 包括我的老师天人庆先生 在当时也曾对 在这个评价曹操 这个话题上发表看法 大家看一看 这都是名家 在当时那个 曾经不约而同的 都被这个郭沐若提出的这个问题 所吸引 曹操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历史人物 这个 在史书中 史书中呢 对他的记载 也有各种 各种非常生重 有趣的细节 比如大家知道这个 捉刀 这个成语的来源吧 就是曹操个子长得很矮小 他觉得在接见外宾的时候 自己有点惭愧 不足以雄远人 于是他弄了一个身体 特别高大健壮 很英俊的人 冒松的 去接见匈奴的使者 他自己的把刀装着侍卫 在旁边这个 在帮他化妆也在场 事后呢 他就派人去探听 这个匈奴使者的观感 然后匈奴使者说 他说确实你们这个魏王啊 一表堂堂 我很赞赏 不过在旁边拿着刀那个人 他是真正的英雄 给曹操气坏了 就派人把那使者给杀了 他跟人家斗志 结果被人看穿了 是吧 心里就很不痛快 那这样的历史花絮 我觉得不管真假吧 挺能反映曹操的性格的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 这两个字滚血 传说是曹操牺牲张主的时候 经过汉中战道 石门石所刻 原来刻在鲍河中的礁石上 后来1970年的时候 当时要修水库还是要干什么呢 就把那个石头给凿下来 现存汉中博物馆 这两个字呢 一直是中国古代 著名的这个石刻 因为据说是曹操的真迹 不过在2001年的时候 台湾地区也有人写文章 认为这个古音学两个字 不是曹操的笔迹 但是曹操的书法确实很漂亮 一直到了这个宋朝 理学家朱熹 年轻的时候 学的就是曹操的书法 有人说你怎么学汉制篡贼的书法 朱熹只是默而不言而已 曹操诸过孙子兵法 他在这个带兵打仗上 非常有才能 同时呢 曹操的诗文也非常出色 清人诏益有这样一个评价 叫创业之君 奸善人学 曹魏父子 故以旷掘百代 就是三朝之诗 后代的帝王 大概没有能超过的 当然比如说 有的同学可能提出来 南唐二读 那那个诗诗也不错呀 是吧 不过那是尼尼之音吧 是吧 乾隆虽然一辈子 写了一万多少诗 但是那个诗中好像没什么 就是说可称道的作品 据说还有相当一部分 根本就不是他写的 是他周围的文臣 替他这个连锥上的 像这样的诗句 今天我们读起来 仍然非常之动人 像忧烟老将 酒精沙场 宝精沧桑 之后能发出的这种 能写出的这种诗句 老记福利 智在千里 烈是暮年 壮行不已 尽管到这个时候 四言诗已经开始衰落了 就诗经的那种四言诗体 已经衰落了 但是像曹操这样的作品 确实还是千古不朽的 曹操没有贸然称帝 但是他的儿子曹丕 就不客气了 正是以善让形式 代汉称帝 次年刘备也称帝建主汉 二二九年 孙权称帝建吴国 但是曹魏呢 在三国之中最为强大 曹批最初也是有意统一的 但是他多次攻吴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 魏明帝的时候 曹操 曹魏政权达到了繁荣 繁荣达到了盛期 但是政治呢 也潜藏着危机 这就是司马氏的势力 在曹氏政权之内 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了 公元二三九年 齐王曹芳继位 由宗室曹爽与司马依辅政 曹爽以皇帝的名义 生司马依为太父 十多其全 司马依呢 也很知趣 随后就退出养病了 曹爽对这个司马依啊 很不放心 曾经有一次派了一个司党 到司马依那探望 他说我要到荆州去做刺史了 司马依呢 就装作这个 老麦隆隆隆的样子 喝州喝的满身都是 他动作也不利索了 还说你要去病州啊 那不错 故意把这个周明给听错了 这位司党回去之后 告诉了曹爽 曹爽就放心了啊 觉得这个司马依啊 就是呃 不用把他当事的啊 但是正史十年 为少帝曹芳与曹爽 呃 出城去继冥帝的高平陵啊 司马依率领他两个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昭啊 这个 以及司党讲解 等在京师发动政变啊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司马依的老太一扫而过啊 经身抖擞啊 经历非常之旺盛强健了 呃 随即就控制了京城 并且携视国太后 罢免了曹爽 从此前归司马侍了 这就是司马侍逐渐的开始 呃 扩大自己的家住势力啊 是所谓司马侍作家门 大家这个事件呢 就叫高平陵之变 呃 它意味着 曹氏势力之衰和司马侍之兴 啊 高平陵之变 或者叫高平陵事件 呃 司马市是河内温县大族 呃 所以今天的那个 河南温县大族 这个温县今天还雕 呃 司马依 有司马依故居 还有司马依塑像 我不知道这有 呃 河南的同学没有 信不信去看过这个塑像 呃 我觉得这个塑像雕的非常 呃 塑的非常奇怪 呃 所言 所言这帽子上这有顶个 顶一个球是吧 这也不知道是 身上呢 又穿了一种袍子 呃 然后这个姿势一看 就是唱戏的姿势 是吧 这身上整个这一套装束呢 都是戏装 呃 我不知道当时的县政府是怎么想的 啊 呃 可能把京剧里的一个形象 呃 呃 塑在这儿了 实际呢 旱进的呃 高级文官 他们戴的帽子应该叫 是进贤官 进贤罐 呃 它是以梁的多少 来区存等级的 呃 比如说 呃 王侯 呃 王公 他们戴三两冠啊 那么司马仪既然是太傅啊 那么他位在上宫 他应该戴进贤三两冠啊 而不是这种 呃 脑上有个绒球的这种帽子 好像历代都没有这种帽子 除了舞台上啊 嗯 下面我们讲一讲诸葛亮智暑 呃 在三国势力中 刘备崛起最晚 声望最低 势力最弱 呃 那么他是在遇到诸葛亮之后啊 呃 然后军人合作啊 呃 刘备的事业才出现了啊 转机的啊 这个 那么呃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三国茅庐的故事啊 呃 在三国茅庐的时候啊 那么据史书记载 呃 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的局势啊 那么这段呃 分析呃 呃 留到今天呃 留到后后人名之为龙龙队啊 那么我们看看 诸葛亮啊 是如何分析天下形势的 呃 呃 刘备呃 向诸葛亮征询政见 那么诸葛亮啊 做了这样的分析 第一点 曹操的势力啊 根基一稳啊 呃 已经不可动摇了 金操以用百万之众 携天子而令诸侯 此成不可于争锋啊 这个势力非常强大 是一时难以撼动他的 那么孙权也是如此 孙权具有江东 以利三世 国险而民府 贤能为之用 此刻以为元 而不可吐也 啊 呃 这个呢 说孙权的势力啊 也是根基一稳 那么呃 还可供呃 刘备发展的空间 是哪些呢 呃 就是荆州和益州 荆州北居汉冕 立进南海 啊 那么这是一个 可资争取的啊 地方 益州显塞 卧野千里啊 呃 也尽量的努力 把它拿到手里 呃 那么如果能把荆州和益州 拿到手中的话 那么呃 将军若跨有京翼 宝齐炎祖 西河诸荣 南府一跃 外皆好孙权 内修正礼 天下有变 则命于上将 将 荆州之军已向渊落啊 将军身帅一周之众 出于秦川 就是在京翼两个地方 同时北伐 说如果呃 真的这样的话 那么霸业可成 汉事可兴议啊 所以我们来仔细观察 这个刘呃 这个朱亮卫刘备的筹划啊 他的最核心的要点 就是两点 第一 跨有京翼 是吧 啊 第二 就是联吴抗曹 啊 而不是联曹抗如 抗吴 而不是相反 是吧 就是跨有京翼 联吴 啊 抗曹 啊 这是这个 呃 因为相对来说 曹魏较强 啊 而孙吴较弱 啊 刘备当时更是非常之弱了 啊 所以对于刘备来说 呃 联吴抗曹 啊 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啊 比较理性的选择 王忠禄先生 在魏晋南北朝史 一书中啊 啊 评价说 叫《龙中队的再认识》啊 啊 我呃 秦汉微禁是贪微 我把它列为我们本课程的啊 参考书了 希望大家课下阅读啊 那么在龙中队的再认识 一书中啊 这个田先生首先指出 其实在诸葛亮之前 孙吴的君臣已经有这种啊 鼎立的鼎足江东啊 这种设想了 但是当时的鼎足江东指的是孙权 刘表和曹操啊 那么鲁肃为孙权提出的一个战略远景规划 就是进攻刘表 然后继续沿长江啊 向上扩展啊 然后见后帝王以吐天下 你也是要先占领荆州 然后再占领益州啊 那么相似的历史条件啊 使诸葛亮和鲁肃 产生了相近的认识啊 这个呃 也是啊 鼎吴两家都看得到的一个政治局面啊 但是对于刘备来说 跨有经意 是能够做得到的吗 啊 这点难度是非常之大的啊 这个是我的老师田元静教授啊 呃 我们看看益州 他处在四川盆地之内啊 这个上面有大巴山 下面是云贵高原 呃 他和荆州之间啊 呃 只有三峡这条狭窄的孔道啊 能够沟通啊 那么由此我们就看到啊 像同时拥有荆州和益州啊 在这从呃 长远来看 难度非常之大啊 主要难在哪里呢 难在孙权 不会长久容忍在荆州的刘备势力 刘备也难以长久维持着荆州的军事存在啊 就是在长江宗游这个据点 孙吴啊 势在必得啊 那么对于处在四川盆地里的刘备势力啊 他是一个非常呃脆弱的政权啊 就是实力非常对很弱的政权啊 他也没有能力啊 同时维持这两个保有这两个地方啊 那么田云庆先生认为这种精益不可兼得的情况 估计刘备有所察觉啊 但他一时啊 他不能心严情愿的接受 他总不能把荆州先让出去吧 但是后来 呃 镇守荆州的关羽 挥施北伐 那么在 田云庆先生看来 就是自己信端了 呃 我把它翻成我的话来说 就是遭死了 对 因为你北伐遭遭 这个孙吴会借记 从背后来取得啊 来占有荆州啊 来这个这是啊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呃 关羽大义师荆州 使蜀汉势力被封于三峡之内 但是刘备呢 仍然不放弃跨有经意的设想 公元二二一年 钦蹄大军发武 呃 次年在一陵之战 被陆逊 火攻所破啊 连破蜀军 四十余营 呃 呃 这场失败非常之惨啊 因为呃 刘备是清拳举国之力啊 来征荆州 呃 但是这个呃 遭到如此惨败 是蜀国啊 受到重创 诸葛亮听说这场失败之后 他说法政如果在的话就好了 他首先 他也许就能够制止 刘备的呃 东伐 呃 即使不能制止东伐的话 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 呃 可是在事先 我们在史料之中 并没有看到诸葛亮 反对法吴的声音 是吧 啊 那么如何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呢 啊 就是诸葛亮也许不以法吴为然 因为他是主张连武的 但是呢 这个跨有精益的思想 我想也很强烈的盘踞在 诸葛亮的脑海里 啊 因为这个建议也是他提出来的 是吧 啊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龙龙队中就有这样的设想 所以他也许觉得法吴 呃 也许还有取胜的可能呢 啊 但是无论如何 跨有精益的战略设想 终于破灭了 在刘备病死之后 诸葛亮辅佐后主刘善 恢复了与孙权的谋友关系 啊 就是跨有精益失败了 啊 但是连武抗曹 还得继续下去 下面呢 我们来分析 诸葛亮制属的问题 啊 呃 在课下有的同学给我发邮件啊 说阎老师我在学习中啊 遇到一些困难啊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学习啊 您能不能那个给我们说一下啊 呃 其实我们在课上呢 呃 既讲授啊 一些历史知识 历史线索啊 也尽量的引导大家啊 掌握各种分析历史的方法 那比如有些时候我们分析啊 这个啊 朝廷的政策啊 比如 汉高帝五年兆是吧 啊 那么这属于一种政策分析 有的时候呢 我们分析一些官制变迁啊 比如分析汉武帝的呃 制度建设是吧 这是一种体制的分析 呃 有些有些时候呢 呃 我们会分析这个政治思想啊 的变化 比如说儒家道家和法家啊 这些思想的啊 这个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 这是一种政治思想分析 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分析一些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 啊 他们的臣服啊 他们的呃 分合变迁 比如儒生与文力 比如说外戚与宦官等等 是吧 啊 我们就讲通过这些不同的政治 呃 通过不同的一些分析方法啊 来理解掌握历史啊 这样我们和电视里面那些啊 通俗历史节目啊 就很不一样了 比如假如说我们呃 看到嗯 呃 有些通俗 电视媒体的节目中或者文章中讲诸葛亮的话 那他就会给你们讲了一个很感人的 很感人的是吧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啊 一个诸葛亮的形象啊 讲他如何啊 欣赏必乏 知人善认啊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的就不是这些问题 我们要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 就是蜀国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结构 以及刘备与诸葛亮对此的政策 啊 我们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历史 蜀国的政治势力啊 大致可以分为三支 第一 是刘备旧部啊 他是刘备和诸葛亮带进来的 嗯 在这一部分中包含着大量金属人士 他们构成了政权的中间啊 是政权的主要分享者 权势的主要占有者 入属之后 他们往往居于要职啊 比如霍俊 陈镇 刘雍 董辉 邓之 蒋婉等等 那么大家如果读化阳国志这本书的话 啊 你就能读到这样读到这样八个字 欲州入属 京楚人贵 欲州是谁呢 就是刘备啊 大家读丧远义的时候 没准能读过那一张 那张叫刘备自领 欲州墓是吧 嗯 第二部分就是欲州的土著啊 也就是这的本乡本籍人 那么对于这部分人 刘备和诸葛亮可以说啊 有拉有打 杨红 何止得到了诸葛亮的破格任用 但是彭样和张玉啊 这被杀掉了 在刘备和诸葛 刘备打算杀张玉的时候 诸葛亮问 我们给他加个什么罪名呢 啊 这个刘备回答的 呃 也非常干脆 他叫 方蓝声门 不得不除 说这个张玉虽然是个 不错的世人 很有才能 但是这个人就得杀 啊 大家看看这句话说的 啊 方蓝声门 不得不除啊 一颗好花 长成门槛上了 照样的把他除掉 就是这意思 第三种势力就是刘章救故啊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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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是这个 呃 呃 他属于 在益州这个地方啊 呃 是这个 呃 外来的 呃 那么啊 把我们同族的兄弟的这个族兄弟的寡妇取来了 啊 这好像不太合适啊 啊 但是呃 后来人都劝他啊 应该取啊 啊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正个婚姻啊 啊 是目的啊 不是为了这个女人本人 而是她背后啊 所从属的那伙人 呃 又如刘章的远亲费衣后继蒋婉为相啊 比如董和啊 内甘击横二十余年啊 董和的儿子董允与诸葛亮 蒋婉啊 费衣合成四相 那刘巴吕哀李延先后为上述令 那 那么对呃 这个刘章救部啊 诸葛亮和刘备就是全力拉拢了 但是对其中的争权者也并不客气 比如说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李延 呃 大家在 我在画面上弄了 呃 放了两幅画 这个是呃 呃 武侯词里的刘备像啊 啊 肥头大耳的啊 大家看看这个样 形象是吧 这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刘备雕像 啊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风格的啊 反正这个我是不能喜欢啊 呃 呃 南洋人李延继董合之后成为旧人的代表 也就是说呢 成了刘章旧部的代表啊 那么在李延的背后 呃 李延和诸葛亮之间啊 他们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微妙啊 这个诸葛亮啊 这个代表这个呃 朝廷蜀汉的统治集团 也就是金属人士啊 那么在李延的背后啊 隐隐的有一个刘章旧部啊 这群人的存在 呃 所以李延和诸葛亮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 呃 呃 对于后人来说 他们已经看不清楚啊 呃 李延和诸葛亮啊 这场矛盾的底细了啊 呃 只是说啊 李延有一次发了什么过错啊 那么诸葛亮给他严厉的惩罚 但是他毫无怨言 还等着诸葛亮重新启用他 啊 那么等着这个呃 诸葛亮一死 李延就流泪了 他说我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啊 因为除了诸葛亮之后就没人再会用我了啊 大家你看诸葛亮多好 是吧 背着惩罚的人都没有怨言 其实呢啊 田一庆先生指出 在这个背后啊 有一场深刻的派系斗争啊 请大家参看 秦汉未尽史探威 中的这篇论文 李延兴启与诸葛用人 田一庆先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啊 用了像探案一样的手法啊 分析了李延和诸葛亮之间的啊 微妙关系 就诸葛亮为什么要惩罚啊 严厉的惩罚李延 指出啊 这实际就是金属人士和刘章旧部啊 之间的一场斗争 那么这场斗争呢 到了西晋初年 大家已经就不慎了了了 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啊 也是没有啊 清晰的把它挑明 那么一从此之后 这场事件就没人知道了啊 那么一直到了啊 二十世纪末 田一庆先生就把它重新给揭示出来了啊 啊 当时呃 田一庆这篇文章我们读着啊 都觉得非常之那个啊 非常之有心意啊 就从一些细微啊 一些非常零散的蛛丝马迹中啊 像探案的一样啊 把一场斗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诸国亮的一个重大事业啊 就是北伐 因为刘备自称是纪汉的 诸国亮忠于刘备啊 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个信念啊 这个信念也很强烈 就是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恩 就是兴服汉士 还于旧都 二十八年发兵十万 开始北伐 但是北伐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 总的来说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啊 数年之后 诸国亮病死在魏南的国师物宗啊 当年呃 死年五十四五十四岁啊 对于诸国亮的北伐 呃 那么后人呃 也有不同的评价 比如北魏有一个叫李苗的 呃 他就很看不上诸国亮啊 说是魏延曾经建议啊 这个呃 出资五谷 齐齐长安 诸国亮居然没有采用他的策略啊 真是让人遗憾啊 呃 比如宋人 有人就说诸国亮北伐 是浪战啊 因为没有多少取胜的可能 呃 但是田仁静先生 呃 大家看中国史刚要 呃 我想你们也看到这一句了 啊 也许看到了 但是没注意 啊 我在这里就提示一下 就是蜀国是当时最弱的国家 只有以公为首才能储存啊 就为其最弱 所以就要打啊 那么这个看法 其实呃 魏晋之巅的原准 已经有这样的见解了 诸葛亮众人也 而咒用蜀兵 此之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 小国之律在于实力功以自存 啊 我读史的时候读到 田仁静先生这些议论 原准一些议论啊 就产生若干联想 呃 我就联想到建国之后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了 他就提出一个口号 叫粉红大陆 他就想通过这个口号啊 把人心定居起来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 随着台湾经济实力逐渐强大 呃 大陆这口号到现在压根就没了 是吧 呃 现在台湾人是用别的口号了 比如一个是台独 还有马英九先生的民主 是吧 他打别的棋子了 啊 那一个政权 他想通过一个东西把它 具有号召力的口号 把大家凝聚起来 有一个目标为他而奋斗啊 这样才能保持振作啊 那么像蜀国当时就是如此啊 而否则他就在一个 一天一天庸庸碌碌中 可能就萎民下去了啊 这个政权后来他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所以诸葛亮呢 呃 时不时的就要打一打啊 呃 也是有他的考虑的 呃 原准这个说法 就是说 本来诸葛亮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而咒用傅兵啊 除了他忠于刘备 要兴服汉室啊 这个呃 比较呃 高调的理想之外 可能还有另一种 呃 很实际的考虑啊 就这两方面呢 我们都要考虑到 呃 呃 大家在画面左呃 右侧看到的是前厨师表 呃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片 据说是岳飞首书 哦 那就不得了了 是吧 一个诸葛亮的文章 岳飞的笔记 呃 那所以他对后人来说 这吸引力就太大了 是吧 呃 感召力就太大了 呃 呃 不过如果我们还回到最初的视角 就是蜀国是一个最弱的国家的话 啊 那么北伐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也是事实 啊 我们来看三国末年的人口 蜀国94万人 吴国有23030万人 呃 魏国有443万人 啊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人口的比例 蜀国之弱就可想而知了 啊 就是三国之中 蜀国最小最弱 经济文化最无发达 人才也最少 啊 这个 呃 后来有个什么蜀国无大将 了化作先锋什么的是吧 啊 就是他这个地方 确实是从长眼看是没有政治前途的 啊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那个 蜀道上的古战道 啊 蜀国想通过这样艰难的 呃 这样险峻的道路 把军粮运到前线 然后支撑北伐战争 啊 那个也确实是非常之 啊 困难 啊 陈寿的三国志 呃 对诸国亮有一个评价 啊 我们觉得这个评价啊 啊 相当之 精当 啊 他说诸国亮的才能 置容为长 其谋为短 啊 就是让他管理军队 做到军纪言明 精精有条 这是他的强项 啊 但是出席之胜啊 诸国亮不行 啊 对这一点 我系的老系主任 简博赞先生 也有一句话 啊 呃 简博赞对诸国亮的评价 就是说 诸国亮的军事才能 只能给曹操做个秘书 啊 啊 比曹操差得远了 啊 李民之干 优于将略 就是他管理民政的能力 啊 超过军事能力 而同时 所欲对敌 获至人杰 啊 他的对手是司马仪 啊 这也是一个出色的人物 加重寡不谋 攻守一体 啊 他以若抗强 啊 而对方呢 又是以以以待劳 啊 以手待攻 啊 那你进攻别人 就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啊 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呢 笔虽连年动动 未有所 未能有科 啊 这 这 这个 这一段对诸葛亮的评价 我觉得相当的全面 也相当的惊当 啊 当然也为某些特别崇拜诸葛亮的人所不满 啊 认为贬逼了诸葛亮 啊 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们独独三国志诸葛亮赚什么呢 什么呢 我们就知道 陈寿其实是非常尊敬诸葛亮的 啊 但是后来有的人不满啊 他就说这个陈寿啊 就说这个 呃 陈寿啊 呃 他曾经 呃 因为某种事情被诸葛亮给罚过 是吧 呃 所以诬蔑诸葛亮啊 啊 其实不是那样的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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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宇西有这样一首诗 爱好文学的同学可能读过吧 啊 啊 就是属仙主庙啊 啊 这一首啊 啊 五律 天地英雄气 千秋上岭然 四分三足鼎 涅浮五诛前 啊 啊 那么赞扬诸葛亮 德相能开国 呃 然后 感叹后主的昏庸 生而不向前 啊 最后 啊 蜀国灭亡 七两蜀孤继 来五倍功前 我们借这首诗想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我想让他做一个演子 讨论一下通过叶富五诛前 啊 也看一看三国的这个经济实力 啊 刘备入蜀 他面对的 就是 君子不足 那么这个地方呢 啊 在经济上 那资源有限 啊 当时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啊 他说君子不足怎么办呢 刘八给他出了个主意 你住直白钱 那不就得了吗 刘备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就住了大量的直白五诛 啊 由此就形成了蜀国的货币体系 就是直白体系 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 啊 因为这个 汉代的五诛 大概是一枚是三到四克 而直白五诛 大概是八到九克 啊 重量上只不过是汉五诛的两倍到三倍 可是在价值上是一百倍 大家想一想 这就不就是利用通货膨胀 抢老百姓的钱吗 是不是 我助理大批钱 靠着我的政治实 军事政治实力 我拿着都就抢买了 啊 那么这种办法实际就是利用通货膨胀 啊 政府 掠夺啊 民间钱财的一种手段 啊 铸造大额 铸造大额的那个 大面值的货币 啊 这个 这是蜀国的就是 大家看看啊 直白五诛 由此形成了这种直白的体系 啊 后来他就成了蜀国的通用货币了 也反映了蜀国的经济啊 尤其在货币上 啊 至少采取的是一种 很不稳健的政策 那么孙吴也是 大家看孙吴 大权当千 还有大权当两千的 啊 就这么一枚东西 就当两千个五诛钱 啊 它本身没那么 没那么 没那么大的价值 因为古代 它是铸币 铸币和纸币 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就是铸币本身是有价值的 是吧 我给大家讲过 比如说你铸一千钱 啊 那你的成本也得七八百钱 啊 你得用料用工啊 啊 这不像纸币 印钞机一开 哗哗 要印多少 多少 那是不一样的 蜀国所住 直白五诛 直白钱 与孙吴的大权一样 孙吴的货币 就是大权体系 啊 那么蜀国就是直白体系 相比而言 呃 曹魏 实行的 依然是五诛体系 魏文帝所住的五诛啊 虽然质量比较 粗烈啊 并且还有若干年 废子货币 但是到魏明帝所动的五诛 重量就与汉相近了 一枚大约三点四克 啊 那么这个与汉武帝所住的五诛啊 就是非常之接近了 所以三方比较 哪一家 才真正的业富五诛钱呢 啊 其实是曹魏 业富五诛钱的 是吧 那我就通过这么一个 一句诗吧 我们讲讲三国的货币 我们比较一下 啊 我们也能看到一个 就是曹魏在经济上 啊 比较发达 啊 人口啊 更为重拙 啊 那么他的发展前途 啊 显然是在三国之中啊 他是对 呃 由北方来统一 南方和西方 是 比较顺理成章的一种 这个考虑 啊 所以周伟良先生呢 也是这样啊 周伟良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之一了 啊 呃 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比较早的时候 写过一篇论文叫 《论诸葛亮》啊 呃 给诸葛亮一个新的评价 啊 郭沐若先生不是给曹操一个新的评价吗 啊 周伟良先生开始重新评价诸葛亮啊 呃 其目的就是呃 抹掉诸葛亮身上啊 所被披上的那一圈神圣的光云啊 周先生说 蜀国虽然政治清明 但却是建筑在延行俊法的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 发展生产 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之上的 作与论统一全国的条件 蜀不如武 武不如位 蜀国在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成统一事业 北伐战争 因而也就失去意义了 啊 当然这种从谁有资格统一 呃 来评价历史啊 这种思路呢 就相对是比较老一点 是吧 呃 但是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啊 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看看三国的政治前景啊 呃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再看诸葛亮智蜀 我们就就会有很多 呃 新的看法了 呃 不至于被一个 呃 被一个天艳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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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呃 呃 疑惑啊 呃 就是说 呃 也许我们呃 呃 呃 在文化背景的 呃 影响之下 我们会有一个对诸葛亮特别崇拜 特别敬仰的那种情感 是吧 呃 但是在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 我们可以抛掉这些东西啊 客观的啊 来看诸葛亮这个人 呃 下面我请大家休息一分钟啊 九点钟再继续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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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